中秋团圆饭第一次出现了我喜欢吃的食物 正当我为这一点改变欣喜的时候 我妈却让我给弟弟买辆五十几万的车 我以太贵没钱为由拒绝 我妈 五十万你都嫌贵 你好好工作了吗 你努力了吗 你工资没涨吗 小鱼 你弟弟看中了一辆五十几万的车 你给他买了吧 我妈一边夹了一只螃蟹到我碗里一边说道 我叫江鱼 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厂女程序员 从大学开始 我已经七年中秋没回过家了 今年中秋前 妈妈特意打来电话叫我回家团圆 所以当我看到中秋团圆饭桌上 竟然有许多我喜欢的菜食 我的内心隐隐滋出一丝温暖 眼下看透这份温暖背后隐藏的目的 我心凉了半截 我用筷子戳戳碗里的饭 没有回答 你弟也二十四了 该找女朋友了 现在女孩子要求都高 没辆车都不好意思去相亲 前几天我们带小来去4S店 她看中了一辆宝马 不贵 也就五十万出头 你做姐姐的 就当是送弟弟的礼物吧 我妈持续输出 衣服是必要说服我的样子 我们家在三线小城也就是小康水平 我妈张口闭口五十万的车 还说不贵 他们这是把我弟当太子爷 还是把我当取款机啊 太贵了 我没钱 一听我拒绝 妈妈和弟弟的脸立马拉得老长 你不要这么小气 虽然是给你弟弟买车 但以后你从外地回来 你弟都会开车去车站接你啊 咱们以后也能开着这车出去旅游 一家人开开心心多好 小鱼 这车说起来是给你弟买的 实际上是给咱们这个家庭买的呀 我冷笑 这么多年了 我吃的饼已经多到消化不良了 小学的时候 我想要买条漂亮裙子 他告诉我洗一个月晚就给我买 我洗了 但裙子没买 初中 我羡慕同学们都有MP3 他告诉我一个学期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签诗名就买 我做到了MP3也买了 但是给弟弟的 还有好多好多我妈这个画饼的水平 我老板看了都自愧不如 就算要买车 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 你懂什么 买贵不买便宜 车这种东西不买好一点 很快就被淘汰了 再说了 我朋友们都开的豪车 五十几万的车已经很便宜了 将来筷子一甩 满脸理所应当 我点点头 不再说话 你同意了 将来要买五十几万的车 我没意见啊 你们有钱就给他买 但我就一句话 我没钱 我妈炸了 你现在翅膀硬了 是不是 我们辛辛苦苦供你读书 你现在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了 回来帮帮爸妈 帮帮弟弟不是应该的吗 五十万的车你都嫌贵 你怎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 你工资涨没涨 你是不是没努力 没好好工作 悉你写的 除了资本家 还有亲人 我低头包着螃蟹 平静的不像话 姐你这是什么态度 妈在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事 给我买了车 以后爸妈出门都我开车借送 你平时不在家 这不正好是你孝顺爸妈的机会吗 母子二人一唱一和 一个像资本家一样压榨我 一个用亲情道德绑架我 不给你弟弟买车 你饭也别吃了 白眼狼 我妈越发生气 直接夺过我手中的筷子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沉默地拿起行李往外走 江鱼 妈说你几句你就要走吗 让他走 有本事走了别再回来 反正这个家也指望不上他 价值观不同 吵架毫无意义 我拖着行李箱 站在路边等车 月光皎洁 与千千万万个团圆的灯火 交相辉映 对这个家竟然还抱有幻想 这本就是我的错 低头看到包里提前准备好的 两千块钱红包 我自嘲的笑笑 本来想着过节 给我妈一个惊喜的 现在看来两千块钱 她应该是看不上的 我在手机上找了一个公益项目 把钱捐给了女性加油计划 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女孩子送去生理用品和卫生健康知识 然后又抱了纠结了许久的雅思班 既然亲人淡薄 原身勤浅 那就为自己而活吧 二 我们公司明年将会有几个外派英国学习的名额 考评标准除了平时在公司的业绩表现外 还有就是雅思成绩 僧多周少 每个人都为争取到机会卯足了劲 我本来只是在家自学 报班之后 在老师的讲解和指导下 感觉进步飞速 几千块钱花得果然值 这天晚上 我上完课回到家 就看见我妈领着将来等在门口 看到他们 我眉头一皱 我妈脸色也好不到哪去 披头盖脸就冲我说道 你去哪了 这么晚才回来 我跟你弟等了你好几个小时 打你电话也不接 一声招呼不打就跑来京市找我 还好意思怪我不提前在家里等着 真是好大一张脸 当我妈得知我是去上雅思客了 还是将近八千块钱的雅思客时 她气得直瞪眼 花这么多钱学这个 有什么用啊 你又出不了国 你这么大人了 花钱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好好想想这钱该不该花 啊 对对对 这钱要是花在他或者将来身上怎么都是对的 花在我自己身上就成了不动脑子 我也不生气 心平气和地反问他 妈 当初将来要学高尔夫的时候 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您说 兴趣是很难得的东西 既然感兴趣就得学 再说了 将来现在也没成为专业的高尔夫球员啊 还有啊 妈 跟将来学高尔夫的花费比起来 我这雅思 不算啥 他被我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想当初将来学高尔夫花了家里将近五万块 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 我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才回去 既不管他们白天干什么 也不管他们一日三餐吃什么 我和弟弟来这么久了 你不带我们在京市转转 也不管我们吃喝 哪有你这么做姐姐做女儿的 我妈终于忍不住抱怨 我要加班啊 不然你以为我每个月哪来的钱 孝敬您和我吧 我每月工资一万五 其中有两千块钱 雷打不动的转给我妈 当然我也知道 我前脚转给他 他后脚就转给我弟 就两千块钱 你也好意思说 从你出生到大学毕业 我和你爸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大概也就花了将来的零头吧 小时候 我的衣服基本上是表姐穿剩下的 上学后 基本都穿校服 家里从来不会为了我改善伙食 鸡腿红烧肉这种也都是紧着将来先 上大学后 学费生活费都是我兼职挣的 这一桩桩一件件 难道都要我数给他听吗 知道你指望不上 所以这次带你弟来京市 就是要你给他找个工作 以后你们姐弟在一块 也好互相有个照应 单方面的擦屁股不叫互相照应 将来去年大专毕业 打着创业的幌子在家当米虫 一没学历二缺能力三欠一颗脚踏实地 认真努力的心 也就我爸妈把费铜烂铁当宝藏 所以当我告诉他们给将来找的工作是某个医院的保安时 差点没给他们气炸 将于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我去做保安 怎么嫌保安不好 你难道想去公安 你自己每天光鲜亮丽 都市白领 居然叫我去做这么下贱的工作 你简直没安好心 是啊小鱼 你弟弟好歹也是大学生 你怎么也得给他找个和你差不多的工作啊 我妈在一旁帮腔 找个像我一样的工作 他们知道现在进大厂的门槛有多高吗 知道我为了这份工作 付出了多少吗 将来你几斤几两 自己没数吗 妈你自己儿子是什么水平 当真不知道 大专生不等于大学生 好吗 就这工作 一个月七千多 还是我托人说了又说才找到的 因为在医院 入职之前还送一份非常齐全的全身体检 你们要是不满意 就收拾包袱回家去 对了 走之前 记得把这几天吃住我家的钱付了 将来 你最好记住 没有下贱的工作 只有自甘堕落的人 三 最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通的 反正将来老老实实去上班了 我妈满意的准备回家 临走前还将我床头柜里备用的一千块现金顺走了 闺蜜小果担心将来就这样赖着我 我告诉她 像将来这样好高物远 眼高手低的人 会老实工作才见鬼呢 过了一个月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我妈炫耀 还是生儿子好啊 刚拿工资就知道孝敬老妈 四千多块的包包全款拿下 开心 下面跟着一大串七大姑八大姨的花式彩虹屁 我看着图片中字母都错了的品牌logo 陷入沉思 想起我刚工作的第一个月 我妈就跟我说她和我爸的手机都不灵敏了 于是我就用第一笔工资给他俩换了手机 这些 他们怕是早忘了吧 嘚瑟没几天 将来一声不吭就跑回家了 我妈气势汹汹打来电话质问 江瑜 你这介绍的什么狗屁工作啊 你弟被欺负了 不干了 从他叙叙叨叨的话语中 我拼凑出了大概的事情 某天在医院早上最忙的时候 有辆劳斯莱斯停在了医院的停车场 将来只顾参观这辆车 完全不管后面排成长龙的队伍 喇叭暗得飞起 将来置若网闻 最后还是他同事从另一边赶过来疏通车辆 事后 好几个人都投诉了将来 医院借此辞退了他 狗眼看人低的医院 来来不过就是一时没注意 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 投诉来来的人 等一会儿会死啊 妈 那是在医院 等一会儿 可能真的会出人命 你啊应该庆幸 那些等待的车辆里没有病人出事 否则将来就不是被辞退这么简单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反正就是你没用 给你弟找这么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工作 你这几天再给你弟看看 有没有更上当次一点的工作 我妈话音刚落 就听到我弟在那头大叫着他 不要再去惊事了 他宁做鸡头 不做凤尾 我勾唇笑笑 都不用我反驳 我妈直接些火 挂了电话 我就给社友梁爽发了一个大红包 感谢他配合我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将来工作的那家医院是梁爽家的 吸引将来的那辆劳斯莱斯是梁爽的 但病人的投诉是真的 所以将来滚蛋并不算冤 家里终于又恢复往日的安静 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美容SPA 环境舒适 小姐姐手法温柔 我身心放松 舒服得昏昏欲睡 自从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之后 我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由内而外焕发着新生 果然啊 花钱是为了取悦自己 而不是讨好别人 过了十来天 将来给我打电话说我妈住院了 要做手术 让我转三万块钱回去 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 直到将来把我妈拍的CT 检查报告一些材料发我时 我才信了一大半 毕竟人到中年 有个小病小痛的也属正常 除了将来 家里还有一大帮说客 表姨 小鱼啊 你赶紧跟公司请假回来照顾你妈啊 你弟弟他是男孩子 粗心的狠 哪懂照顾人呀 我 表姨 那您可得保重身体 不能生病呀 毕竟您就表弟一个粗心 且不会照顾人的小孩 舅舅 姜鱼 你妈妈这么多年来不容易 如今病倒了 你回来照顾她是理所应当的 跟领导说一声 我相信你们领导能理解的 我 我妈的不容易 一半是拜您所赐 一半是拜将来所赐 要我说 你俩才最应该照顾她 道德绑架这一套 他们没玩腻 我都听腻了 动动嘴皮子 谁都会 针刀石枪出点力的时候 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 我还是给我妈转了钱 对于我妈 我的感情其实是复杂的 在将来出生前 我们母女之间也曾美好过 她给我讲童话故事 给我扎漂亮的小辫子 给我穿小裙子 只是后来她摸着肚子告诉我 小鱼 你要做姐姐了 以后什么都要让着弟弟啊 小鱼 妈妈生弟弟也是为了你啊 这样以后也有人保护你 小鱼啊 咱们这个家之前是不完整的 现在有了弟弟 这才是个家 四周末 我抽空回了趟家 没想到 我对他们仅存的亲情也在这一天被抹杀 我妈呀跟没病 演这出戏就是因为将来五十几万的车 首付还差最后的零头 我看着正在楼下得意洋洋向邻居介绍新车的将来 一股怒气压在心头 飞速跑上楼 推开门 我妈在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 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我妈眼神闪躲 嘴上仍硬撑 谁骗你了 钱用来给我看病 何用来给你弟买车 不都一样 你不要成天斤斤计较 都是一家人 来来好 就是你好 你们两个人何必分得那么轻 将来这个时候也从楼下上来了 插嘴道 就是阿姐 我和爸妈都商量好了 这车的贷款 以后的汽油钱啊 每年的保险 保养费啊都有你出 我花时间精力陪爸妈 你花钱尽孝 咱俩搭配 刚刚好 我真是要被他这酱质言论给气笑了 合着我就是一取款机呗 妈 既然你身体没事 那将来发我的那些病例啥的 是怎么回事 早就说你弟弟有本事了 那都是他托朋友弄的 你没事多跟你弟弟学学 学什么 学着怎么样能吃上劳饭 算了 就你这蠢兮兮的样子 也学不来你弟的一半 你先把半年的贷款转我吧 将来说的时候 我假装没听到 现在我妈又提 那我必得好好掰扯掰扯了 不该我拿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拿 骗了我的钱 也该给我吐出来 我没钱 车本上是谁的名字 谁还钱 姜鱼 你搞搞清楚 你以后要嫁人的 你手上的存款与其给别人用 还不如给我用呢 我可是你弟弟 肥水不留外人田呢 女人 有娘家人撑腰 婆家就不会小瞧 没有娘家人撑腰 婆家还不欺负死你 所以阿姐 你花这么点钱 就能拥有我这么硬的底气 你赚饭了 我笑死 那又是谁给将来的底气 居然能大言不惭的说这些话 你这样的底气我可不敢要 什么时候漏气都不好说 反正我就一句话 这车以后的开销 我一毛都没有 另外 既然妈没病 就把我之前转的钱还给我 我妈气得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指着我鼻子就骂 我把你养这么大 就是让你来忤逆我的吗 我当牛做马的供你读书 让你上学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她越生气 我笑得越无辜 妈 你搞搞清楚 你没有给我做牛做马 你是给姜来做牛做马 我上大学之后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挣的 至于之前的钱 那是你们作为父母 应尽的义务 如果你们不把钱还给我 我就报警 伪造病例够你们喝一壶的了 我坐到了沙发上 平静地看着他们每一个人 不需要我的时候 当我不存在 需要到我 我就得低时间出钱出力 还必须毫无怨言 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你敢 毁了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无所谓了 反正背上贷款 被你们吸血 我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如拉上你们一起 谁叫咱们是一家人呢 不过你们可要想清楚啊 将来要是留了案底 以后找工作找媳妇就都难了呀 果然我话一说完 我妈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她刚要开骂 我就拿出手机准备播110 家里暂时没钱还你 等你爸从外面做生意回来再说 我妈僵硬地说的 等以后再说 等以后还给你 多少人就是被这缓兵之计哄骗过去 没有那么多的以后 一次让步 次次让步 没钱就用金条换 你不是给将来买了好几块金条吗 给我一块 就算底了 前几年 趁着黄金架好 我妈给将来投资了不少金条 她总说将来以后要娶媳妇 没有这些东西傍身 女孩子不愿意嫁过来的 我是女儿 总是要外嫁的 给我买这些东西 也是带到别人家去 白白浪费钱 你疯了 那你你弟弟的东西 妈 刚刚你不是说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分那么清 来来好 就是我好 那反过来 我好 就是来来好呀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更何况事关宝贝儿子的未来 纵使我妈再不情不愿 她还是从密码柜里 拿了一根金条给我 我放在手里颠了颠 一脸真诚地说道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放心 以后等我发达了 肯定不会忘记你们的 给你们买别墅 买跑车 画饼吗 谁不会呀 平安夜这天 是我的生日 家里没人给我发来祝福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 喜欢了很久的大牌包 许了院 吹了蜡烛 切了蛋糕 希望我一个人越来越好 从前我叫姜鱼 多鱼的鱼 现在我叫姜鱼 年年有鱼的鱼 春节前 我约的雅思比是如期而至 从考场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我的手机上 有十几通未接电话 全是我妈的 一时间 厌烦涌上心头 没几天就是春节了 你早点回来吧 还能帮着我打电打电家里 上次的事情也都医着你了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啊 我爸也在一旁打圆场 对啊 小鱼 爸爸都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跟家里人哪有隔夜仇啊 你就别跟你妈和你弟计较了 爸爸等你回来 既然他们要演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戏码 那我肯定配合 再说了 突然又对我这么热情 我也想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饭桌上 从他们的话语间 我了解到将来交了一个女朋友 虽然才交往一个多月 女方已经怀孕了 我妈为了宝贝孙子 希望早点把事定下来 女方偏偏就拿捏了我妈的心理 狮子大开口 提出了结婚彩礼60万的要求 如果不能满足 立马分手加做手术 省得彼此浪费时间 爸妈一边往我碗里加菜 一边面露南色地看着我 好像希望我能出谋画册一样 真可笑 加了一堆我不爱吃的菜 对于怀孕这事 我心中存疑 但还是不动声色 你们要是不想出这钱 那就分手呗 我妈立马炸了 这是你做姐姐的说的话吗 你弟弟好不容易找个女朋友 你不想着帮帮他 居然说些风凉话 白养你这么大了 再说了 人家现在怀了咱们家的大孙子 怎么能分手 万一他真把孩子打掉怎么办 我哭笑不得 60万 不是60块 我怎么帮 把我卖了帮他 小鱼啊 你听爸爸说 我们当然不能把你卖了来帮你弟弟 我和你妈妈呢 有个比较合理的办法 刚好爸爸的朋友 前几天给你介绍了一个不错的男孩子 你去看看 合适的话就早点定下来 回头他给你的彩礼啊啥的 不就正好给你弟弟用吗 好吧 这家里就没一个要脸的人 说好听点是嫁女儿 说不好听点不就是卖吗 初六下午 我跟我爸强烈推荐的这位优秀男士见了面 除了头有点秃之外 人是不错 我如实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对我的兴趣肉眼可见的降了下来 这年头 谁愿意做大冤种呢 我妈知道后 天天在家对我很没冷对 他从小就是家里的牺牲品 什么都要让着我舅舅 这种畸形的公养被他延续到了我这里 难道我未来的丈夫也做将来的养料吗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位相亲的老大哥 居然特别给力 把我爸妈的行为给宣扬出去了 现在小区邻居看到我爸妈都要指指点点 说上几句 就连我爸生意上的伙伴 都因为不耻他的行为 断了和他的合作 机关算尽想害人 最终却害了自己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冷心冷肺的东西 我就不该把你生下来 小鱼 长姐如母啊 将来又不是没妈 哪就需要我长姐如母了 再说了 他和他女朋友 要是以后都叫我妈 我倒是可以考虑帮帮他们 看着他们被我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 我浑身上下酸爽极了 自从挣脱开亲情加索后 我整个人都放飞了 这事远远没有结束 结后没几天 我就在公司的楼下遇到了将来和他女朋友 姚佳佳 姚佳佳贪婪的盯着我的大牌包包 口水都快滴下来了 妈呀 拿远点 驴牌直揉隔可是很容易留下水渍的 姐 我和佳佳准备结婚了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不打算给我出那六十万彩礼 懂了 将来这是拖家带口上门讨饭来了 我凭什么给你出六十万啊 我上哪给你出六十万啊 姐 做人不能太自私 你在京市打拼 父母都是我在照顾 偶尔回趟家 你每次都把妈气得半死 现在我要结婚了 他们想跟你通融点钱 你都不同意 你还有良心吗 你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将来眼神变得凶狠 在公司之间嚷嚷起来 他颠倒黑白的能力 真是令我叹为观止 第二天 公司里就流言四起 大致都是说我不孝顺父母 不有爱弟弟 为此主管还特意找了我 话里话外都是这样的舆论 将会对我竞争外派名额造成不良影响 从他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 我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恶心的原生家庭就像沼泽 你挣扎着想要逃出去 他却拽着你 让你越陷越深 此刻 将来正洋洋得意地坐在公司中停 我冲过去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六 他被我打懵了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江鱼 你居然打我 我现在就告诉妈 看他不收拾你 有事就知道找妈 将来 你还没断奶吗 你说我不孝顺爸妈 我每个月给他们转两千块钱 之前逢年过节也会给他们红包 前年妈生病住院 是我整宿整宿地不睡觉 在那照顾他 爸生意上出了问题 也是我帮他联系做律师的同学 追回款项 你呢将来 你做了什么 我转给他们的钱 都被他们转给了你 当然 这我管不了 他们上赶着为你掏心掏肺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可是妈生病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在和狐朋狗友喝酒打麻将 爸生意有难处 想用给你买的房子周转的时候 你干了什么 你把房本藏到了朋友家 你这么个臭鱼烂虾 吸血鬼 你居然有脸说我 我声音很大 很多围观的群众都开始指责将来 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好不精彩 我最后警告他 你最好不要再给我搞事 否则我就把你给我的罪名坐实 不管是你还是爸妈 从此以后 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 江家就到没有我这个女儿 说完不等他的反应 我静止离去 没想到 姚家家竟也是个妙人儿 他和将来没有立即回老家 当晚我和小果逛街 居然在商场洗手间里听到他讲电话 当初我看将来开的车不错 以为他是富二代才和他谈的 谁知道竟然连六十万彩礼都拿不出来 你以为我不想甩了他重新找吗 我等的 可我这肚子等不得啊 其实我也不确定这孩子是不是将来的 但谁叫我现在和他在一块呢 就当是他的吧 我看将来姐姐用的包都是大牌 他姐条件应该不错 以后说不定能帮帮我们的 我和小果对视一眼 都在彼此眼中看到了震惊 针什么锅配什么盖 姚家家只打算盘的声音 震耳欲聋 既如此 更该成全他们了 我用小果的手机给姚家家发了条彩信 高中的时候 我爸妈就给将来投资了一套店面房 这是他们以为瞒过了我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不管是当初将来买车 还是现在姚家家要彩礼 他们只要出手店面房 就都能解决 更何况 我才不信他们手上就真一分钱都没有 为了锁死将来和姚家家这一对吸血虫 我自然要把这颗定心丸给姚家家吃下 果然 他俩离了京市三个月后 就喜提国家籍证书 之后我妈对将来和姚家家的照顾更加尽心 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饭 姚家家只要吩咐一声 我妈立马就能把菜买到位 他们身子懒 什么家务活都不做 我妈也乐呵呵的 甚至还帮姚家家洗脚 好景不长 我妈就开始打电话向我抱怨 姚家家惊着呢 天天要吃燕窝 要不是看在她肚子里 怀的是我大孙子的面子上 我才不伺候她呢 每次她说 我都只是听着 不反驳也不劝阻 因为我知道说了没用 为了她的宝贝儿子 宝贝孙子 我妈随时都愿意付出她的一切 在她的纵容下 姚家家也越发蹬鼻子上脸 不仅向我妈提出各类要求 还发微信给我 叫我带购些小县城买不到的东西给她 我每每都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开玩笑 波士顿龙虾这种东西 我自己都舍不得买 却要买给她吃 我又不是没长嘴 姚家家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过了好几个月 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自己生了一个女儿 我妈本就期望落空 再联想到自己之前跟牛马一样的伺候儿媳妇 肺都要气炸了 正常情况下 婆婆是要照顾儿媳妇坐月子的 而我妈第二天就撂挑子不干了 这还不算完 她还气得把将来给姚家家买的燕窝之类的补品全吃了 小贱人真把自己当祖宗了 结果生了一个赔钱货 我呸 七 将来这么多年作为家里的男丁 利益记得者 也早在前一幕话中形成了重男轻女的思想 她一点都不喜欢女儿 连带着对姚家家也讨厌了起来 我妈每天白天打麻将 晚上跳广场舞 将来继续整日和胡鹏狗友混在一起 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 姚家家本就是抱着靠嫁人打偿翻身账的主意 现在眼看着要沦为我们家的保姆 外家生孩子激气 她当然不乐意 她向将来提出了离婚 一大家子顿时鸡飞狗跳 婚房是我爸妈早就全款买好的 她自然没有份 店面房 她以为当初结婚的时候加上了名字就万事大吉了 我却告诉她房本上有名字也没用 只要是其中一方父母婚前买好的 另外一方就没有资格评分 除非有协议 姚家家最后得了典礼金和首饰 处理完这一切 我不顾我妈的劝阻 马不停蹄回到了公司 但他们仿佛大梦初醒一般 给我的电话频繁了起来 关心也变多了 小鱼啊 之前的事情妈也有错 经历了姚家家这个贱人的事情 妈算是明白了 这个家没你不行 你以后常回来看看 你永远是妈的女儿 我才不会被她三言两语就哄骗 她现在之所以对我好 是因为我还有利用价值 将来再婚 将来的女儿 她可全都想指望着我呢 半年后 我再回到家里 侄女将多多在嚎啕大哭 将来在沙发上打游戏 我妈躲在房间里睡觉 我忍无可忍 给侄女换了干净的尿布湿 把她抱在怀里哄了哄 这时我妈也从房间里出来了 她看到我 两眼发光 小鱼啊 你可算回来了 你妈快被这个丧门星给折腾死了 我没有理会她 轻手轻脚的将睡着的将 多多放到小床上 小鱼 我看你挺喜欢孩子的 将多多不如就由你来抚养吧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妈突然提议 我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你看啊 你弟弟这年纪还小 带着这么个托油瓶 不好找啊 她不好找 我就好找吗 这年头难道还有人上赶着坐后吧 话 话也不能这么说 将鱼 你帮我一下怎么了 将多多可是你亲侄女 你帮我养她 你的恩情我会记在心里的 以后我再婚生了儿子 我一定让她好好孝敬你这个姑姑 见我还是不肯松口 他们的情绪愈发崩溃 将鱼 妈妈养你这么多年 现在家里有困难 这么小的忙你都不愿意帮忙 你真的要做和家里人都对立的白眼儿狼 姐姐 我叫你姐姐还不行吗 你到底要和家里闹脾气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 这么多年 因为我 让你吃了不少苦 你有怨气 但谁叫你是我姐呢 而且孩子她是无辜的呀 将多多可是你亲侄女 你忍心放着她不管吗 你看 他们理所应当地接受这一切 从来没觉得自己偏心 只是因为我是姐姐 将来是弟弟 我就该牵让她 我之前以为他们最起码是知道的 知道我崇高的牺牲精神 但原来他们并不知道啊 谁知道将多多是不是我的亲侄女啊 爸 将来和我妈的嚷嚷声在一瞬间都停止了 我把那天在商场洗手间的录音放了出来 将来满脸不可置信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呢 将于 一定是你在骗我吧 是是是 我在骗你 一切不如你意的 都是别人在骗你 行了吧 神经病 头上长绿草的又不是我 爱信不信 我妈掏出手机 拨了姚佳佳的电话 那边没接 但她仍骂得起劲 吃里扒外的小贱人 亏我好吃好喝的伺候你 原来怀的不是我们家的种 我就说 我儿子这么好的基因 怎么会生个丫头骗子 这 基因好不好的 还真不好说 他们因为这是吵得不可开交 无论姚佳佳和将来多么荒唐 孩子是无辜的 我在网络上联系上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妻 见面之后 发现他们谈吐举止都很得体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小女孩 于是 他们收养了姜多多 从此 姜多多改姓林 林多多 我希望她能像自己的名字一样 福气多多 幸福多多 我家这边 自觉少了托油瓶的我妈 又开始给将来相看了起来 这次找了一个比起姚佳佳佳 有无过之而无不及的女人 还没谈彩礼呢 光五金首饰就要买十几万的 我妈的如意算盘 打到了我这里 你给你嫂子买根金像链呗 就当是见面礼了 过节你怎么空手就回来了 上次发给你的那个大牌的戒指 你给你嫂子买回来了吗 我装作听不懂 我妈就拉着我到小房间里上课 小鱼 你是姐姐 要多帮衬弟弟 等以后你嫂子怀孕了 生了你小侄子 你更要多上心 听着这意思 我做将来的养料还不算完 还要做他子孙后代的养料 幸好 将来不会有子孙后代了 我把检查报告丢给我妈 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她应该看到明白 将来当初在梁爽家医院入职的时候 我拜托梁爽给她安排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入职体检 不为别的 这么多年她生活作息不规律 生活作风也乱 我是真怕她带有什么传染性病菌 没想到 她竟然有弱经症 娘胎里带出来的不足 再加上她平时饮食习惯不好 生物中混乱 又早早地亏空了身子 现在想要调理 已经是晚了 一家人如同晴空霹雳般 呆呆地看着检查报告 我妈率先反应过来 在家哭爹喊娘 老天爷啊 怎么会这样 我儿子以后怎么办啊 将家以后怎么办啊 我爸则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我儿子以后 我供仁愿调好 我没想到 你情人 我还没想到